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 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得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勇闯 所有艰苦的城墙 身上泪河上 名具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精准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美丽的心情 未来的路灯火展翅高飞 爱情 通道 白天 海老老 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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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这个时间大家都睡翻了 好不好 陪伴他们的是 憨声 陪伴我们的 就是爱情 美赖 太激光了 太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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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 不 都骗我那么久 死不残忍 知识感美美 我还记得知识感美美美 停 没有错 我跟韩玲是交往的 怎么样 原彪你一句唯一句的 唱他什么歌难听死 艾伯哥 我们就这样公开了吧 to be or not to be 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 那干嘛还搞地下恋情都不假 你们是不是都想吃饭庆祝 没有 他是怕韩生哥回来给他咔嚓了 看成遗忘了 那个帅神乱断了 可以这样 他还很浪败 爸 这样你就会灰飞烈美 魂飞魄散 佩玲 你不要诅咒我 而且我跟你说 我不怕 这个世界上 只有爱情 才可以战胜死亡 今天才知道 艾伯的王这么man 有战胜 艾伯哥 我不会让你孤军奋战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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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灵shek 亲一下 点脸 亲一下 我居然也会做白日梦 不过 被祝福的感觉 真好 好 宝贝 我有重大决定 要跟你说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定要来海军说 带你来海边 是来看看大海 心里就会 暖暖的 悠悠的 很舒服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我们公开我们的恋情 在梦里我很开心 很满足 仿佛全宇宙都成了我的能量 抱歉 安玲 我之前只不及到我的性命 忽略你的感受 但是这场梦 打醒了我 我深刻领悟你的感受 我决定 公开恋情 你确定吗 你认真的吗 我带你来海边是来开玩笑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 那我们什么叫公开 别担心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公开的事要分阶段 一步一步慢慢来 一步一步慢慢来 不对 但是我公开的话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 对 大家都会知道 你哥也会知道 那我就游戏了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增加盟君 顾我周全 那你需要 我们在一起的事呢 最终都会传到干爹和韩生那边 他们听到也就是马上杀过来了 如果有盟君的话 他们会把我们杀回去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 那我们第一个要跟谁讲 方姐 她不就早知道我们的事情了吗 这也算 当然 方姐也算是伶牙利职 口才不会输给韩生 有她在 她一定可以把韩生讲得哑口无言 你怎么觉得还是怪怪的 我怎么被你呼咙呢 宝贝 我怎么会呼咙你呢 我这一辈子 此时此刻那是最认真的 拜拜 拜拜 姐姐 宝贝 来 来 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店长 他叫很宽亮 你好 你好 这位呢 是我男朋友林正阳 好 高姐你好 我是正阳 你好 宝贝 正阳很帅 对 姐姐我跟你说 是我挑得到帅 而且她很体贴 又很听我的话 只剩她差姐夫一点点 所以我要再把它训练成 跟姐夫一样体贴 还训练呢 都快成毛鲁了 毛鲁是什么 心怨 你忠忠 你忠忠 天天来找我 我想趁这一次十周年 拍一次全家福的照片 可是我刚搬回台北 所以对这边不太熟悉 你有认识的摄影公司 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 不用找摄影公司 你找光鲁就好了 你都会常常介绍我了 姐姐你好 我叫郑光鲁 你好 姐 光鲁她是我陆战队的同袍 她很厉害 她是摄影师又是导演 她拍过很多广告 所以这一次呢 你的全家福 就交给她就对了 重点来了 免费 大免费 变成说变成我的经纪人了 不然介绍客户 怎么可以免费呢 该是多少钱 就是有多少钱 姐姐 她们是不是没错 我不会收自己人的钱 你再记得上台台公司就好了 一定会的 我一定会介绍很多人过来 那这一次的全家福照 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康兄弟 康姐妹 康姐妹的家人 可以啊 好嘞 幸福 来 去生活 快点 来 坐坐坐 嗯 你该不会还没有搞定Kerry 你讲反了 是Kerry呢 搞定习福 她现在把习福当透明人 都不跟她讲话 喂 透明人 你不要急嘛 你才刚刚跟Kerry吵完架 没有这么快和好如初的了 你要有策略 不能忙忙撞撞冲上去跟Kerry讲话 你越忙撞 你死得越惨 我对你低真下心的到底不够 还有 女孩子需要哄的嘛 你找一个机会 私下跟她说一些好话 记得 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话 就是认错 怎么能够让我告诉你 我不愿意 好 我再想想看 行吗 好 那明天我们再一起出门 机会来了 那个Halina 你不是说你浴室那个水楼头 弄水嘛 我跟光鑫上去帮你看一下 好 那你走 走 我Kerry讲话不上去 快 Kerry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对吧 我也认识到我自己也出门 那你也知道我自己也不好过 我知道 那我们重新和好 重新开始觉得怎么样 这个想法不错 那你可以帮回来住吧 好 OK 那我为了今天 庆祝你帮回来住 我们待会回房间开一瓶红酒 好 那就这样做 待会见 Kerry Kerry 你 你刚刚刚有听到我说话了吧 你刚才答应我的 Kerry Kerry 你笑屁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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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嗨 小元呢 她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来 小元 她重感冒 现在在宿舍里面休息 是你亲她 她才感冒的 你是不是要负责 这样好了 干脆小元就交给你照顾 反正博翔也不会照顾病人 谁说的 佩姐 我也很难会 好吧 那我等一下去看看小元 好 好 好 小元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啊 好 进来吧 我想说你感冒加重了 你还吃泡面和这些垃圾食物 难怪感冒不会好 我不会 来 我带了一些鸡汤来给你喝 这么好 你做的 你想得美 外面买的 快喝吧 好 谢谢机长 我 等一下 你那个汤匙不是刚用过吗 这样很脏 这我刚吃旁边用的汤匙 怎么会脏 不脏 你的标准还真低 等一下你喝完鸡汤 我带你去看医生 不用 你给我药都还有 你看 不行 你现在病状更严重了 你吃那些根本没有效果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乖乖的跟我去看医生 二 等我帮你揍一顿 再把你拖过去 你选一种 喝完它就行 算你试想 你们宿舍也太乱了吧 谷翔跟曹伟都不爱感情 最好是 对了 好吧 这些事情就包在晚上 就虽然你说包在影上 我才觉得怪怪 不然你说一下你的计划 只要宋牌答应我可以帮忙 我就一步一步都告诉宋牌 该这么做了 好 这些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就虽然你说包在影上 我才觉得怪怪 不然你说一下你的计划 只要宋牌答应我可以帮忙 我就一步一步都告诉宋牌 该这么做了 反正这些事情你们两个先帮我保密 如果他们问起来 就说我要首先去度蜜月 好不好 好 我听到了 君中前来去度蜜月 怪你什么事 不是啊 我可以帮忙提供意见了 是不是 虽然说现在疫情期间 但我们可以在国内 如果你时间很长的话 我们可以去换到 但如果没有时间换到也可以 阿里岛也有空腹金门马祖 老公 你是换很多 你是很闲 你管这么多干嘛 你不累 我都觉得累了 你忙你的了 好想有个眼睛 你刚刚 记得付钱 好 谢谢老公 来 可以 喝一小时 好 还在找 虽然鬼扬他没有怪我 但我会是觉得很对不起他 放下戒指 丢掉这件事吧 幸福不是因为你手上的戒指 而是心 好了 那差不多准备开始了 好 好 好 之前叫你吃药 你不吃 那现在搞得病情加重 不但吃药还得打消炎针 我以前都不用开心 自然就会好了 以前是以前 现在情况一样 感冒不好好休息 你居然给我打电动 你是不知道充足睡眠 可以增强免疫力 我当然知道 知道还不休息 你看起来身强体壮 结果这么弱机 好了 我差不多要走了 你回去记得吃东西 我晚上再买一些水果过去看你 这个药你记得要吃 三餐饭 好 谢谢Michael 大长 你别那么担心我 谁要担心你 要不是是我传染给你感冒的 我才懒得理你了 你回去给我好好养病 不然我就不跟你当哥们了 好 再见 要不当哥们 要当什么 如果要用一种舞来形容爱情 我会用Tango Tango 是一种即兴 是一个你进我退 互相唱和 彼此之间有一种试探 又一种抗衡 如果失去了平衡 那就失去了美感 就好像感情一样 如果失去了平衡 爱情也没有了 最后只好曲终人散了 听方姐这么形容 Tango 跟爱情里的关系 真的很相似 曾经我也有过很契合的人 当初我有说要叫她跳Tango 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教程 因为我逃开了 是你之前提到 那零点五次婚姻吗 所以我把这家店 取名Tango 我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女人 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有的事情 感情就像在跳Tango 稳定地站在自己的轴心 同时要把助力放在对方身上 这样子才会有和其的良性关系 今天我们谢谢方姐 跟我们很多精辟的见解 还有无私的分享 谢谢 佩姐 等一下时间差不多 我就先回宿舍了 我还要买东西给小云吃 不用 小云有Michael在照顾好吗 而且你那么早回去干吗 你要当电灯泡 给他们多点独处的时间 为什么我是电灯泡 而且我本来就要回宿舍 对 干吗给Michael跟小云 独处的时间 你听我的就对了 让他们两个好好去培养感情 我们现在有很多时间 可以约会 我们一起去吃饭 好 那你想要吃什么 换你想了吧 那不然我们吃烤肉 好 这边很难走 对 好 那我帮你抱着 走 这样就不难走了吧 一下杯 一下抱着你挺会的你 挺会的你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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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敢去我姐店里帮忙 好 好 对了 谢谢你今天帮我们整理家 不会 小事 怎么了 我脚麻掉了 脚麻掉了 你可以拿我一下吗 好 你手给我 小心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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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 你们在干嘛 没有 那个 麦友她脚麻掉 所以我扶她好不容易跌倒 所以就 趴上去了 对 酒吧上去了 小元 你紧张什么 我们是哥们 哥们这样搞的办法是正常的 对 我想不会怀疑 好吧 我要赶去酒吧了 先走了 来 进来 好 好 小姐 你很厉害 我家也不真的蛮危险的 你自己都不太一样 有变错 我之前跟我姐住的时候 她把房间布置得超漂亮 其实没什么 只是多花一点心思 反正我不用工作 时间很多 欢迎 今天要麻烦你们了 没问题 阿姨 你姐好美 都是这件衣服的功劳 香薇特地帮我定做的 去找我香薇 拜拜阿姨 我的衣服是妈妈妈给我的 不好看 好看 最可爱的写写写 穿什么都好看 慧哥 喂 姐夫 今天很帅 喂 嘴巴还真甜 她当时都包她 好吗 好 好 好 康幸 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到 她去拿那个剩你器材 好 好吧 那妈 我拿药给你吃好不好 等一下可能忙起来 就会忘了 好 我先去拿 坐 坐 拜拜 喂 现在家里有点事情不能过去 晚一点好不好 先这样 姐夫 派完全家福才可以走 你姐夫我像是 未老婆的人吗 妈 你不要 好 謝謝 老公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公司出了点状况 不过我没事 派完只要再过去处理就好 站住没事 不好意思 待会就等 来 你衣服都化好了吗 那我机器借一借 我就可以排了 好 来 我们看这边 很好 妹妹要记得笑 一 二 三 来 再安安一点 一 二 三 好 姐夫可以 来 看这边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芷芸 厂商在做的那些饰品还有服装 你都确认过了吗 秦姐有交代已经处理了 好 那主事局你还没传给我 也跟秦姐讨论过 你怎么把我工作都抢走了 这不就是我来的目的吗 我先想 所有的决定呢 我都已经有跟佳佳确认过了 你放心 那我突然变得轻松很多 你可不可以明天可以收到自然席吧 对啊 芷芸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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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都还没弄好 你就在想下一期 你不用担心下一期 下一期 我会跟他们大家一起讨论 你呢 就跟国良好好的出去约歌会吃个饭 好 谢了 别客气 赎金工作已经安排好了 可以紧动了 再按下来 你可不可以 还需要 为了 ?? 你可以 出来 不可以 拿起起来 来面 哈哈哈哈 一二三 很好 啊耶 辛苦了 照片里边都很漂亮 你都流汗了 你先跟奶奶进去喝水好不好 晚上乖 晓晓 奶奶期待你进喝水 你去街吧 你们等一下要收完了 我有准备了饮料跟一些甜点 你们进去吃吧 好 谢谢姐 辛苦了 老公 公司又打来 对 那你赶快去忙吧 丧费这边我来招待就好了 老婆 辛苦你了 不会 很快就回来 拜拜 志明 我要先下班了 今天那个期望你改好之后 发给我回家来看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交代芷芸做好发给我了 好 张哥 你怎么回来 我来接我老婆下班 一直吃点好吃的东西 你还不会起来 多亏你老婆的帮忙 我才可以提到下班 所以改天好了 好 志明 志明 走了 干嘛 凯利不见 凯利怎么会不见 不是 我这段时间不是跟她吵架吗 我刚刚跟她大吵架 她看她生气又跑掉了 这不是常有的事情吗 这次不一样 这次说怎么要去山上的寺庙闭关 要去闭关 这样也不错啊 就冷静一下嘛 你以后应该叫她上去的 宋派 你不要给我开玩笑好不好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她 我担心她要消把援你 不会啦 所以请我拜托你吗 我求求你好不好 你帮我这个忙 她只听姐姐她不听我的 你帮我找一下凯利好不好 我拜托你我求你 好好好 走我们走走走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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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走 尤雷 你前面有两条路 我们要走这边还是走哪边两条 给我看一下 你只走就好 一直走 这边对 走顺着路 好 好冷 哦 這裡 對 這裡根本都沒人 Kelly怎麼可能在這裡 他就是越偏偏的地方 他就越來這邊啊 車庭有點奇怪 剛剛在車上沿路 你就一副沒有很擔心 Kelly的樣子 我有 我很緊張 我有緊張在心裡 也擔心的 快點 我剛剛打給他 他都不接了 我屬靜借我打 他打才會接 快點 接一下 來 來 好 老公 屬靜 我們這邊找找看好了 好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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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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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去哪裡 等一下 老婆 不用追了 不用追了 這該不會是妳設計好的吧 不是說要來個蜜月旅行嗎 老公 我不是跟你說 我現在每個要很忙 我真的沒事 老婆 妳放心 我已經請楊晴幫忙了 就算妳請楊晴也幫忙 妳也不能自作主張 妳就想說來個蜜月之旅 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 妳平常要任性就算了 對 妳這真的太過分 不要生氣了 反正我不管 妳先打電話叫他們 上來接我 老婆 那我再跟妳說一件事 就是 這邊訊號不好 那他們手機是不會接的 除非我們自己走下去 好 老婆 妳的那個 背包都放妳 整個好東西了 裡面很多 好吃的 好玩的 我們這樣做會不會不好 大家也放心 頂多兩夫妻就吵個幾句而已 要是手機真的發飄的話 就讓國良來面對 這不就是我們的目的嗎 對 而且手機他這麼負責任的人 他不會丟掉他的工作不管 希望他們知道真相之後 不要怪我們 我是覺得他知道真相之後 到時候氣也消了 那個時候就是幸福的一開始 這樣說起來 我還滿羨慕他們兩個 可以來一個不一樣的肚子 心靈之旅 真浪漫 謝謝木偶洋派 可以幫妳安排一下 心靈之旅嗎 看妳是要上山下海 或是飛天頓地步的對方 我看妳先搞一下 Kelly的心靈吧 我已經正在搞了好嗎 老婆 妳走慢一點 很危險的 這路不平 老婆 不要這樣 妳坐下來 小心 不是這樣 妳要不要這樣 都是妳 誰會穿高跟鞋來山上走路 妳沒事吧 妳放心 等一下去營地的時候 我再幫妳換鞋子好不好 我有戴那個 妳小心 放輕鬆 妳放心 應該沒什麼事 晚一點到營地之後 我再帶妳看 妳要重返當兵生活 妳就聽我的媽 妳先站起來看看 有沒有好一點 好 來 小心 好了 老婆聊去哪裡 回台北 妳冷靜一點 我們要來個 蜜月心靈之旅 什麼蜜月心靈之旅 就方姐建議的 方姐 她說我們兩人太壓抑了 然後都沒有把內心的話 說出來 希望我們兩個找時間相處 你也這樣覺得 我就希望妳幸福 我們都幸福 妳就聽我的好不好 跟著我走 可是我每看的事情 真的很多 好了 那妳先幫我拿這個 幹嘛 妳就聽我這一次好不好 走了 她們去度蜜月 妳一定很甜蜜 對 黃總監 處境不在於這一段日子 如果妳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妳就儘管吩咐 好 那總編實在太辛苦了 希望這次的休假 她可以好好地放鬆 對了 秋又婷接到了一個 動漫電影廣告的活動 找我合作 那我決定 我們要協辦一個 角色的活動 那凌晨 那凌晨 妳就是我們美客奧的 聯絡窗口了 妳負責跟秋婷對接 然後盡量配合她 完成這次的活動 她晚一點會進公司來討論 老闆 凌晨 這個是公事 妳要公司分明 不要被淫貌 好 好 好 終於回來了 快把我給餓死 這不就帶吃的給妳了嗎 我不過 想跟我這個寶貝妹妹 多相處一段時間 這幾天人在忙什麼 好幾天沒看到妳 還不就在照顧那個 被我傳人感冒的小圓 小圓 就是那個妳 吻過的那個男孩 什麼吻 就是個誤會 妳不要再講了 原來妳最近都在 花時間照顧他 他人怎麼樣 關妳什麼事 你們兩個孤男寡女 相處一室 我這個做姐姐的 當然要好好關心一下 別人無聊就算了 妳也跟著瞎起哄 那妳都幾歲的人了 講話應該有些深度吧 我什麼都沒說 妳別忘了 我是做什麼的 雖然妳外表看起來很Man 不過妳內心 還是個小女孩 小女孩 妳說要像這樣嗎 女人之間的小情小愛 我都懂 別想騙我 隨便妳怎麼想 這次骷髏活動的主題 就是主打東方超人 那也就是說 所有人都要扮成東方超人 蔡先生 東方超人指的是什麼 像孫悟空 豬八戒 就是這種能超越 常人的能力的人物 對 所以只要有特殊能力的 神話人物 就都是東方超人 對 像那種長蛾奔月 你看 她能夠登陸月球 也是個特殊的能力 Keyley 我覺得妳滿適合扮演長蛾 我也滿適合扮演後裔的 邱先生 嫂娥奔月的故事 是嫂娥離開了後裔 到了月亮 遇見吳剛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原來嫂娥奔月 也有小王的悲心故事 邱先生 我並沒有這麼說 請繼續 好 沒有小王的故事也沒關係 不過那個嫂娥 跟後裔這樣的操練 也要有 好 回去記錄下來 OK 妳 妳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公私公班 妳知道嗎 我這一生當中 有兩次學習走路的機會 第一次是我小時候 第二次 是今天走向妳的時候 今天 我最近因為想要換一下髮型 妳知道是什麼型嗎 沒有妳不型 詩詩 進來記錄會議筆錄 妳是不是想偷笑 然後在那邊 妳要我剛看到妳的嘴角 有點往上癢 我也是看到 我沒有 有 你好 邱先生 請認真對待我們的會議 好 我認真對待我們的會議 但妳也請認真對待我們的感情 詩詩妳要進來沒 喂 好了 喂 妳就又為了這件事把我叫來 那我不是跟你說過我不幫了 對 經過上次的事情 我覺得妳告白的事情 我們不要再插手了 上次告白就失敗了 所以我想要再努力一次 我在網路上 查過很多種方法 但是不知道哪一種方法 比較適合我 所以才想要再前兩位幫幫忙 好不好 我跟你說 那種東西看越多會越沒自信 而且網路上的資訊 也不見得適合妳跟佩姐 兄弟 妳在想清楚 那怎麼辦 其實最浪漫又最動人的告白 不需要說太多 我只需要三個字 哪三個字 我愛妳 這麼簡單 妳不知道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那妳有打算什麼時候 跟佩姐告白嗎 我愛妳 不然在五月二十號 五二零 我愛妳那天 你們覺得怎麼樣 這個日子好 那天這麼浪漫 妳又要告白 那告白一定會成功 我錯 好 那就決定在五月二十號好了 好 那會議都差不多了 這是等著妳把會議的記錄 全部整理好再寄給我 好 我等下給妳 謝謝 謝謝 可以 可以 我們沒談完耶 幫我們去墨衣室繼續談 不去 不去 那會愛請跟妳談 邱先生 美靠是沒有再加班的 如果妳要繼續談的話 明天請來公司 讓我們不談公司 讓我們去吃個飯 當晚約會 沒空 妳怎麼會沒空呢 不要鬧了啦 我另有安排 妳覺得什麼安排 比我約會還要來重要 好啦 妳不要生氣 乖啦 不要生氣 邱先生 請妳放尊重一點 妳知道妳這樣在職場上 是性騷擾嗎 我真的叫性騷擾 我就看妳要跟妳多久了 我來這一套 對不起 謝謝 妳去尚非表姐家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 她想介紹給妳的那個人 沒有 嚴格來說 我是去確認房子的狀況的 算是工作 我沒有相親 誰知道那個王尚非 出什麼收主意 妳要提防她 尚非很單純的啦 說真的 如果對方呢 條件很好 比我優秀 妳會不會心動 妳不用試探我 我這裡已經滿了 只有妳 真的嗎 而且 妳不是說我們要公開碼嗎 妳這樣子說就對了 其實我也不是要試探妳啦 我只是擔心妳被王尚非騙了 誰知道阿姨們跟對方 拿什麼沒人賀的錢 尚非不是這樣的人 總之知人知面不知心 妳自己小心一點 尤其是那種 第一次見面的人 我只是去硬批硬負 妳不要擔心 Kerry姐 老闆 Kerry 妳跟又婷開會開得怎麼樣 時間很趕 四個字 東方超人 其他就沒什麼進度 怎麼會沒有什麼進度呢 妳要公歸公司歸私 妳必須公私分明 老闆 不是我公私不分 是邱又婷公私不分 你應該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了 你知道她講的話 有多廢多無聊嗎 一點都跟活動 一點關係都沒有 怎麼會無聊 我講的那些話 都是講給妳聽的 都是廢斧之言 如果你還想要繼續聽的話 我可以繼續講給妳聽 我們最近想要換新的髮型 但是我沒有妳不信 妳看妳看 妳看我 我看妳 妳看我 妳是把她當透明人 又沒有交通 要怎麼開會呢 對不起 現在是下班時間 好嗎 請公私分明 好 韓玲 妳有多的那個浴貌嗎 可以給我一個嗎 好像有 上去找找 謝謝 妳應該要換另外一種髮型 妳真的不行 這個 用編高 再來 小子 我可以嗎 可以 妳好 好 今天很好 可以 這張照片拍得真好 上飛 妳一定要幫我好好寫寫 光信 沒問題 那小小跟阿姨 我想讓他們看照片 我怕小小在的話 等一下會影響韓玲的相親 所以我叫小小的奶奶 帶她去公園玩了 對 妳要相親 等一下韓玲的老公會來 不是老公 妳不要亂說 妳好 我老公 我這樣 上飛姐 女人 中小 你來了 我應該沒有遲到吧 沒有 拖 lug在外面 有 來 進來 這裡坐吧 哈麗 來 我就是你們認識 快去 來 坐下 来 安妮 你坐过去一点 我跟这里要坐 你不要挤 你们两个不要那么拘谨 就当做新认识朋友 自然聊天就好了 中贤 说话 你好 李中贤 做IT产业 你好 韩玲 你坐房坐哪儿 继续讲话 怎么不讲了 OK 好 不讲 没有关系 我来 李中贤先生 您好 韩玲是我的好朋友 她人很好 很单纯 很可爱 所以认识她是你的荣幸 好 那个 仲贤的个性比较闷了 所以韩玲 你想要知道什么的话 你就直接问她就可以了 要我问 好 OK 我来问 李中贤先生 请问你年薪多少 五百一十六万不很严重 学长 我也爱你 我爱 你 我希望你会喜欢 我记得你最后 喜欢这个牌子的顿锅 送你 始终你快乐 移赞 也无谓地前往 今世多云猶争亵雨 偶尔失去太阳的勇气 就算挫折 进时了翅膀 梦想也不曾停止鸳鸯 难免会哭泣 像轻盘大雨 拎着雨我陪你前行 遥望着雨后彩虹 青红缓缓降落 手牵着手画 做翱翔的归火 飞尽了灿烂星空 冬却都长大 你让我拥有微笑的力量 遥望着雨后彩虹 幸福缓缓降落 手牵着手画 做翱翔的微风 飞机那灿烂星空 冬却都长大